我來了,關坯碼錶 不錯啊 這邊其實還可以啦 它是一個MILSTONE 這邊有體字 這裡有體字 在這邊 這光坯巴表這裡啊 它可以看得到 就是 整個的 應該算是一個人高安部 人高足峰嘛 然後那邊是 再過去就是南華山 這邊看不到南華山 好啦,那我這邊就先走了 這邊是光坯巴表的紀念碑 與台灣東西向書店歷史 國民政府前台後 台灣電力公司延續日人所遺留下來的書店基礎 在當時 台電總工程師 孫運璇的督導下 完成了台灣東西向書店線路 在民國四十二年駿工後 為了紀念此 東電西宋的創舉 便在能高安部上 設立了一個紀念碑 然後能高安部就是南投縣跟華聯縣界 背上可有當時總統蔣總鎮所提的光坯巴表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 OK,好,我回去了喔